中央社,中国籍一带一路计划全球投资,令斯里兰卡深陷债务危机,不得不交贺班托达港租给中国99年。 这项决定在斯里兰卡争议不断,近日就有数万人上街控诉政府违背民意出售国家资产。 中国自2013年起开始向外行销一带一路计划,过程中,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中国14亿美元的基建贷款,而在2017年将位于世界最繁忙航道之一的赫班托达港,Hambon-Totter,租给中国99年。 这件事在斯里兰卡掀起争议并持续发酵,综合路媒天天快报,香港有线新闻台报道,数万名抗议者9月5日在前总统拉贾帕克萨,Mahinda Rajapaksa,的带领下前往抗议。 讽刺的是,正是拉贾帕克萨执政期间,斯里兰卡出现了大量中国援建计划,其中包括为了赫班托达港在内的大型基础建设计划,向中国借款数十亿美元。 一名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表示,他们的诉求是抗议政府违背民意出售国家资产,造成人民生活费用大幅度上涨,政府又强行增加税收,造成民不聊生。 报道说,由于抗议封堵了首都可伦坡的许多主要道路,导致附近的学校停课,很多公司提前让员工下班。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网站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,近期,斯里兰卡政治集会,邮行罢工较多,再思中国公民应避免为官,注意人身财产安全。 世界一带一路基金会执行主席胡星斗表示,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频密,中国援助大型的项目可能博得政府领导人的好感,随助政府领导人一变。 中国的投资可能就打水漂了,他指出,很多中国的援助都被那些国家的贪腐集团给瓜分了,其实当地普通民众对中国有好感的不是太多。